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分成两部分 上半部分在油管 下半部分到希望之城的会员网 因为我们要到那个地方谈一些敏感的话题 就是关于这一次的中期选举 这个希望之城会员网呢 这个大家不一定非得付费才能看 我们这个节目会免费开放24个小时 所以没有付费的会员呢 只要访问希望之城 用一个邮件就可以免费的注册 会员网直播的时候 任何人也都是可以免费的观看的 昨天咱们这个频道做了一个聚合节目 就是有一些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大咖 聚在一块讨论中期选举相关的话题 并且分析开票的情况 中期选举目前还是悬而未决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 就是共和党所期待的红色海啸并没有出现 虽然它会以微弱的多数拿下众议院 就是把众议院翻红 但是呢参议院仍然悬而未决 我觉得最后很可能会出现一个50对50的僵局 或者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拿下51起 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利弊参半的 一会儿我要在这个我们的会员网节目中 详细的谈一谈为什么利弊参半 就对共和党来说的话 它有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我想做一些非常深度的解读 然后呢我也想在会员网那边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我知道关于中期选举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问题相当的敏感 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讨论 另外呢想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就是网易上的传出中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 它是专门针对高净值人群进行税务核查的 这个呢叫做高净值人群管理局 简单的说呢 就是要钉死所有的这个有钱的人 看你是否缴纳了足够的税金 这个事情要和中共的金税四期工程结合起来 其实我是非常反感高额的税收 一会儿呢我也想聊聊这方面的事 最后呢报告一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呢已经决定从赫尔松这个撤军了 就是这是国防部的这个国防部长 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部长邵伊古大将的下令 未来的局势呢我们还要观察 但这个事情对普京的影响肯定会非常大 我们接下来呢就详细的分析 在今天呢正式讨论之前 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的话呢 想先说一下经济 中期选举一般来说都会直接影响到股市 因为一般来说经济不好呢 就选民会通过这种投票的方式 把现在的执政党换掉 就会造成中期选举的翻盘 就是让这个在野党变成这个国会的多数 那么民众呢普遍认为说换一个党 可能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一些啊 经济上就会好一些 所以一般来说啊 在中期选举之后 统计学上来讲都会迎来股市的上涨 但是今天的股市大跌 最近风险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事 就是有一个做加密币交换的公司 叫FTX 有可能会被爆雷 因此大量的人开始抛售手中的加密币 换成法币啊 就比如抛售比特币或者以太币 换成美元或者是欧元 这个呢就造成两天之内加密币暴跌了25%以上 一般的这种暴跌会干掉一批加杠杆多头 就是造成他们爆仓 强制平仓的话呢 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下跌 因为他在爆仓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抛售手中的筹码 就造成大量的筹码涌向市场 现在呢这个比特币呢 已经击穿了16000美元 创造了6月份以来的新低 看来呢市场要动荡一段时间 才能够到底啊 本来大家都觉得通胀呢 虽然没有见顶 但是美联储的加息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所以市场情绪呢 一度是乐观了几天 所以在11月初的时候 有几天那个市场涨还是不错的 但突然之间就出现了风险资产 这个风险市场 资产的市场爆雷的这个事情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 叫做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那么在今天讨论这个深度的分析话题之前呢 我想先进一段这个工商广告 这是一段工商广告 今年我们几乎目睹了所有的负面经济记录 40年不遇的高通胀 使食物和油价不断上涨 持续不下的通胀还在继续威胁我们的储蓄和家庭 这种情况可以用黄金来保持对抗通胀 Burch Gold Group黄金投资公司 被美国商业改进会 Better Business Bureau评为A加评级 很多消费者也给了五星级的评价 如果您有美国的退休账户 Burch Gold可以帮您不用额外缴税 通过个人退休账户 IRA或者是401K 合理配置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 如果你还没有退休账户 直接用现金购买金币金条等实体黄金 年轻人也可以预留每个月一部分的工资来购买 发送短信英文字母大写的TL 就是天亮名字的缩写到989898 或者访问我的专属网站 Burch Gold.com.tl 就有机会获得一份免费的黄金投资手册 了解黄金投资的知识 另外Burch Gold为大家带来了感恩节的福利 您只要在黑色星期五之前发送短信 TL或者登陆Burch Gold.com.tl 在12月22日之前完成每笔投资 都会获得免费的金条 目前Burch Gold只服务美国境内的客户 不支持国际运送 只提供英语咨询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如果您的投资组合里还没有黄金 或者您对黄金的投资还不了解 建议您也可以发送短信TL到989898 获得一份免费的黄金投资手册 先学习一下 最后感谢一下Burch Gold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好了 欢迎回来 这个工商广告结束了 咱们现在说第一个新闻 就是国家针对高净值人群 这个高净值人群指的是 银行存款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人群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 叫做高净值人群管理局 展开对高净值人群专项的稽查行动 未来的金税四期会采取智慧税务的手段 去采集每个纳税人的信息 而且做出相应的纳税人画像大数据模块 同时针对移民人员出台注销户籍的税 也就是说每个想离开中国的人 都必须到税务机关去出具清税的证明 那么根据其他别的渠道消息显示 中共对高净值人群的这种税务稽查已经开始 当然它不是说每个人都查 它是随机抽取50户进行稽查 查之前告诉你 让你先进行自查 然后向国家报告 然后根据报告之后和大数据评估的结果 来决定你是不是有这种瞒报的现象 如果他觉得你有瞒报的现象 他会亲自来跟你对账 检查你的税务情况 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国还以前 针对个人来说还是不怎么出现的 因为中共过去查税的话 都是针对公司查税 针对个人查税的话很少 就除非你那是被别人揭示出来了 比如说搞阴阳合同 就是这些像那段时间张子怡不是 就是有一个阴阳合同这个事吗 然后他们就是后来要补交很多的税 包括威亚补交了很多的税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针对个人是不做这样的追查 但是现在中共针对这种人 也开始追查他们的个税 这种事情其实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 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报税的话 他都是自己个人报税 就是在每年4月15号之前 你把你的收入情况告诉给会计 或者你在网上自己填一个表 那么IRS就是美国的国税局 会根据你填的表格来 跟你的这个就是其他别的渠道 得到的数据进行核对 如果他觉得比如说你说有一笔捐款 但是你实际上那边报税的时候 这个非盈利机构说没有收到这笔捐款 那么这笔钱的话 可能美国政府就会邀你做一个说明 或者补一个税 这种情况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 其实我本人也是因为 曾经多次因为捐款数量太大 所以银行就是不是银行 就是国税局的话 要我就是把这个捐款证明寄给他们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是很少出现的 但是现在呢 中共也开始对这个个人所得税进行征收 在6月21号的时候 审计署的审计长叫侯凯 像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35次会议做了一个国务院的审计报告 其中就提到 他们从2018年到2021年 就针对个人的这个税收的隐瞒的情况 他主要是高收入人群了 结果发现呢 就是追查回来了47.22亿元 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 对高收入人群查税的话呢 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所以我想中共未来 他有一个叫做金税四期工程 就是等于是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对高收入人群进行监测 同时也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测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他能够给这个财政增加很多的收入 给政府的财政 主要是中央财政 能够增加很多的收入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针对高收入人群 就是应该多收税 是吧 觉得这样很解气 是吧 因此呢 也很喜欢习近平这种军负的政策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军贫负的结果 是把钱交到了政府的手中 最后实际上是军贫 大家都一样的穷 这个钱被政府拿去之后 就会被政府官员贪污和滥用 甚至到国外去大撒币 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够真正汇集百姓的生活 你的医疗啊 你的教育啊等等 你该付钱还是要付钱 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是 这个你白欢喜了一场 政府管理财富 永远都是最糟糕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一个强盗 对自己抢来的每一分钱 花起来都非常仔细 因为这个钱是抢来的嘛 所以花起来是大手大脚的 对吧 因为反正花光了之后再去抢 所以政府的税收啊 在我看来就是合法的抢劫 大家知道自从美国开国以后 从1776年美国开国之后 一百多年 大家都是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一直到1913年 通过了宪法第16修正案 才允许联邦政府 对个人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 现在这个个人所得税 最高的税率大概是40% 也就是说 你赚一百块钱 要40块钱要交给联邦政府 但除了交给联邦政府之外 你还有六块钱是交给州政府的 一般州税的话 比如说是6% 然后呢 你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还要交这个就是购物的税 这个购物税的话 像纽约的话是百分之八点几 所以呢 你挣一百块钱给政府四十 六块钱给了纽约州政府 我这这个随便算一下 然后呢 你这个花钱呢 其中还有百分之八 作为这个消费税 也是给了纽约州政府 然后的话 你自己还要买社会安全保险 是吧 那这个大概在13%左右 然后你还要再买健康保险 然后呢 你还要给自己的房子 和自己的汽车 缴纳财产税和教育税 所以算来算去 其实你大概赚了一百块钱 大概也就是四十块钱 是放到你自己兜里边的 这么一看起来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不公平 是吧 我赚了一百块钱 最后六十块钱 都被别人拿走了 而那些吃福利的人 却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这些创造财富的人 是被压榨的 等于是 所以其实一个国家 正确的做法 是更应该让赚钱的人 保有自己的财富 如果他投资的话 就会创造收益 然后创造就业 如果他存入银行 银行也可以把这笔钱 带出去 是吧 这个刺激经济的发展 所以真正的有钱人 我跟大家讲 很多真的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并不是去 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财产 而是把他自己 视为一个社会财富的管理者 就他认为 他赚了很多钱的话 实际上是在提社会 大众管理财富 然后他会把这个钱呢 尽量的用到这个 就是发到 发挥最大效率的地方去 还有很多富人 他会做一些慈善事业 这种就是 让富人去自己管理 自己赚到的钱 比政府要管这笔钱 效率要高得多 有效得多 而政府拿了这个钱之后 全都洒出去啊 或者养了懒汉 他是不产生任何社会效益的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中共肯定是财政不足了 是吧 所以想方设法的去抢钱 说每一个想离开中国的人 都必须到税务机关 去出具清税的证明 就是你不交足了钱 就不让你润的 中共现在正在推出一个 金税四期工程 前几天我在这直播的时候 有人问这个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去研究 什么叫金税四期 所以当时就没有回答上来 这个问题 那么后来我就 这个研究了一下 发现就是说 实际上金税四期 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 比如说所有的银行之间的转账 个人 私人账户和公司账户之间 公司账户和私人账户之间 公司和公司之间 个人跟个人之间 如果发现有大笔的 这个银行转账 如果发现异常的话 那么就需要对这一部分 这个转账呢 来进行这个 就是进一步的深度的去调查 看一看这部分钱 是不是应该交税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有了大数据之后呢 逃税就变得非常难啊 所以对于所有该交的这个税呢 就是应征竞争了啊 就是就是凡是能征上来的税 应该征上来的税 就可以都征上来 那么以后逃税真的就不容易了 除非你是中共的官员啊 才会没有人敢来找你报税的 说完了这个 这个高净值人权管理局啊 这个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中共又要割韭菜了啊 这个割韭菜长得可能是比较茁壮啊 所以中共能够割下来的韭菜也比较多 下面再说一下俄乌战争啊 因为今天爆出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 希尔盖绍伊古 发布正式命令啊 说让俄罗斯的部队撤退到 蒂涅伯河的右岸啊 就蒂涅伯河的东岸 这意味着俄罗斯呢 主动放弃了首都 这个就是克尔松市啊 就赫尔松州的这个 他的首都赫尔松市 这个是乌克兰一直在等待的 一个最佳的结果啊 就是没有经过巷战 就收复了这个城市 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普京来说 是一个极其没有面子的事情啊 因为这个赫尔松市 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占据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乌克兰大城市啊 现在不得不放弃了 那么放弃的原因呢 这个绍伊古 就是俄罗斯的国王部长 还有这个俄乌战争的总指挥官 苏罗维金大将呢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因为 面对乌克兰军队的推进呢 俄军现在在河的这个西岸呢 他们补给不足啊 就是拿不到足够的粮食啊 拿不到足够的这个战争的物资啊 于是的话 他们就只好把军队呢 撤到了这个这个这个河的右岸啊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啊 否则的话 他在这个西岸的军队就全军覆没了 当然这个事情对普京来说是一个非常没面子的事情啊 因为普京越是输呢 这个他就有可能狗急跳墙 所以每次当他输的时候 美国反而可能要给他一些台阶下啊 免得他铁而走险 根据美国的媒体引述美国和欧盟官员的这个消息来源 报道说呢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萨里文在最近几个月以来 一直在跟俄罗斯高层官员进行秘密的沟通 以便降低乌克兰战争带来的这种核冲突的风险 那么现在也有消息说 美国呢正在敦促乌克兰在和俄罗斯举行谈判啊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往下打了 那乌克兰这边总统府的顾问波罗利亚克呢 就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拒绝跟俄罗斯和谈 但是前提是俄军必须得撤出乌克兰的领土 这个事情非常关这个值得关注啊 因为涉及到这个俄罗斯的前途问题 当然俄罗斯说他们会撤军啊 到底会不会撤 我们也不是这个特别的百分之百的肯定啊 你会不会杀个回马枪啊 或者在完全撤走 然后乌克兰军队进入赫尔松市的时候 你在上面爆炸一个战术核武器啊 对吧 或者是说炸毁赫尔松大坝去淹没这个地区啊 虽然这些事情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 这两个一个是关于俄乌战争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税务稽查 高精致人群管理局的事情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最后呢想说一下这个中期选举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啊 也就是到目前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之前的 这个20分钟 看看现在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更新啊 现在呢 这个在参议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参议院哈 现在参议院呢 这个现在的情况是 共和党的获得了49席啊 然后呢 民主党获得了48席 还有三席呢 在这个等待最后开票的结果 这三席的话 分别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州 还有一个是在乔治亚州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内华达州啊 所以现在 Republican如果想flip这个Senate啊 就是能够占据多数的话 他至少还要赢得两个州啊 但现在计票已经停止了 就是他们又说 有点像2020当时那种感觉哈 计票已经停止了 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不太清楚 这是Senate Senate我预计哈 这个共和党最差的情况是50 然后民主党是50 这样50对50的话 就仍然回到现在的状态啊 就status quo啊 就是一个僵局 那么在这个house这边 在这个众议院这边呢 呃 共和党现在已经获得了207席啊 民主党获得了188席 加在一块呢是395 所以还有40个席位 在等待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你需要拿到218席 才能够控制这个国会啊 就是控制众议院 所以这个Republican的话 他们还需要11席 这个Democrats的话呢 民主党他们还需要30席 这次这个众议院翻红是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呢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说 共和党会在众议院大胜啊 并没有大赢民主党 本来很多人原来预计说 共和党可能会拿到230席以上啊 这样的话就会超出民主党25席 优势就会比较明显 但是最后的结果啊 大家普遍的估计是 有可能是low220啊 就是220几席 而且是就是小于225席 不管怎么样 现在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Kevin McCarthy 已经向这个他的共和党同事们 发出信函 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啊 准备接替Nancy Pelosi 去担任众议院的议长 这个我估计这个反正是众议院翻红 是没有问题了啊 大家也都知道众议院会翻红 这个参议院的话呢 现在还剩下三个州啊 一个是亚利桑那内华达 还有一个是乔治亚 乔治亚州呢 现在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已经说了乔治亚州的这次选举呢 要run off 所以run off的话 是乔治亚州的他的一个 呃我知道大家知道2020年大选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啊 就当多个候选人 在一起投票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超过50% 就要再举行一次决选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赫舍沃克啊 和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Warnock啊 两个人会决选 那实际上呢 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啊 在这个决选的时候 但我是说最好的情况啊 不是很有可能 最好的情况就是 呃 被这个Liberitarian 就是那个叫做Chase Oliver 这个人拿走的2%的票 因为Liberitarian的话 是属于保守主义啊 是属于非常保守的保守主义 如果他们这些人 能够有足够的担当的话 他们也出来投票 把他们手中的票 交给这个共和党啊 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把Georgia翻红 但是一般来说 这种runoff 民主党都会投入 大量的钱做广告啊 所以这个事情 也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就是在这个 Georgia州的州长 那个Camp 对那个就是 那个黑人 那个Stacy Abram 这个竞争中的 Camp是大赢 当然有时候 有很多人说Camp是个Rhyno 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党人 毕竟他还是大赢了 同时呢 这个共和党的州务卿 就是Raffensburg 也是2020年 当时川普特别不满意的 那个州务卿 他呢也是取得了连任 这个是在乔治亚的情况 另外两个州呢 就是一个是内华达州 还有个是亚利桑那州 这个内华达州呢 是有希望赢的 内华达州当时民调的时候 共和党是遥遥领先 一会儿我们会到 这个会员网上 说一下这个异常的情况 因为这次民调的 这个数据非常的蹊跷 也是我们觉得 这个大选中 让我们觉得 最不可理解的地方 我们一会儿到 这个会员网站上 再说这个事儿 但是内华达州的话呢 有可能赢 有可能赢的话 这个就已经50票了 如果这个 乔治亚州run off 要能赢的话 那就是51票 亚利桑那呢 这个现在 他的参选人 这个拿到的票数 是落后的 但是他仍然坚持说 他们有可能会赢 亚利桑那 大概开了70%的票出来 那30%的票 很有可能是一些 郊区的票 这种郊区的票 他有可能是偏红的 所以亚利桑那 也不是完全放弃希望 是这种情况 实际上这次 让我们就是说 觉得最可惜的那个州呢 就是宾州 当然纽约州也很可惜了 因为我在纽纽州嘛 纽约州长期来 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我们本来就是说 指望纽约州的 这个次 州长的选举会翻红啊 就是那个 李泽尔顿啊 他会那个干掉 现在共和党 这个这个民主党的 现在的现任州长啊 这个好处 好苦啊 好苦啊 干掉这个好苦 我 他那发音有点像好苦啊 这个生活好苦啊 但是呢 这个最后 李修顿还是没赢啊 就是李泽尔顿还是没有赢 这个纽约州的州长没有翻红 现在亚利桑那当时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州长的决选 就是这个 不是决选 就是这个 州长的竞选人 Carrie Lake啊 这是一个 共和党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他真的就像女版川普 他其实比女版川普还要厉害 就是 在很多政策上 在很多这个 对问题的一些态度上 包括疫苗问题啊 包括2020当时的问题 他的很多的这个 看法 其实比川普更加偏右啊 更加偏右 但是他有点像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媒体不断的报道他啊 我经常讲 就是你报一个人的话 哪怕是你骂他 也是增加他很多的知名度 然后呢 这个你攻击他的时候 如果是那些民主党攻击他啊 甚至共和党的建制派攻击他 反而会让他带来很多的这种 就是同情 拿到很多的同情票 然后呢 也会拿到很多的捐款 所以这个Carrie Lake 现在在票数上还是落后的啊 但是跟他那个竞争的那个人 好像叫Hob什么 就是差的 不是很多啊 所以继续开票的话 Carrie Lake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赢的啊 就是赢得这个亚利桑那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州长啊 在美国非常的关键啊 因为州长呢 他是这个 他能够决定这个州 很多的这些内部的事情 包括选举 因为美国宪法来说 规定就是选举是州权嘛 所以一个州的州长和州务卿的话 他在选举方面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很可惜 就是Michigan州的州长 还是原来的那个Whitmore啊 那个人他真的是 这个这个非常左啊 把这个Michigan搞得很糟糕 然后呢 他的那个州务卿 Jocelyn Benson啊 原来呢 就是在十几年之前 就是索罗斯 他们当时出现重点培养的一个对象 就是培养州务卿的对象 所以这个这次这个Michigan州的话 仍然是在民主党的掌握之中 其实通常来讲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 就是这个州的 他到底是红州还是蓝州 跟这个州长的这个党派属性 不是很挂钩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红州 像Kansas 他会选出一个蓝州的民主党的州长 然后蓝州的话呢 有的时候会选出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就之前的Maryland就选了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所以呢 就是这个州长的竞争的话呢 其实通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倾向于这个共和党 但是这次的话 也没有看到共和党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在宾州啊 宾州的话呢 这个就是川普支持的那个人啊 就是那个奥兹医生呢 他已经输给了那个Federman Federman他其实连话都说不太清楚 因为他前段时间中风嘛 但是呢 这个宾州还是丢掉了 这个地方 我想跟大家说有几个看点啊 就是 呃 这一次选举呢 The Santis 就是佛州的州长大赢啊 大概有20个百分点 而且特别让人惊奇的 就是他把迈阿密地区给翻红了 迈阿密是一个 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但是在选州长的时候 他们竟然投了The Santis一票 所以The Santis就是 因为以他清晰的保守主义理念啊 和他的这种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非常理性的施政 包括他很聪明啊 跟媒体之间 其实比川普还要老练和成熟 所以The Santis就是说 他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到佛州来 就把佛州本来是一个摇摆州 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红州 同时由于大量的人口移民到佛州呢 让佛州在众议院的一席上又增加了一席啊 现在加州减了一席 还是两席 我忘了 这个纽约州减了一席啊 但是红州呢 德州和佛州呢 各增加了一席 这个对2024年大选啊 对这个共和党来说呢 还是有利的啊 因为佛州和德州的话 他们这两席 等于是可以让共和党 去平衡纽约州和加州的那些票啊 因为纽约州跟加州的票 几乎是民主党的铁票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 在这个 就是 2024年大选的时候 还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从这个 The Santis能够赢得佛州啊 而且把佛州变成一个稳固的红州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经验 可以总结的 同时的话 我也不得不说 川普其实这一次 他在选候选人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失策 当然在这个大选之前 这不是大选 在这个中级选举之前 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的经济 就是 是一个大问题啊 因为通胀非常的高 但这一次的话呢 竟然选民没有大规模的 抛弃民主党啊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 虽然通胀很高 但是很多的选民呢 你只要出去找工作 你的工资也在涨 而且有的地方 工资涨的比通胀还高 我当时就听说说像德州啊 像这个加州啊 有很多那种IT公司啊 就做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工资是翻了翻的往上涨的 所以 他们好像并没有感到那种痛苦 这样呢 他们如果不感到痛苦的话 他们投票的时候 就觉得民主党还可以 当然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 关于这次大选的结果 你当然永远可以怀疑 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是吧 而且呢 就是说 当你怀疑有猫腻的时候 是可以解释一切问题的 就像是 你永远都可以把股市的暴涨和暴跌 说成是狗装在拉盘 或者砸盘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仔细研究股市的大起大落 它是有很多规律可循的 主要是资金面啊 这个宏观经济啊 它有很多规律可循 大选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不想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这才是我们做新闻分析的价值所在嘛 而且其实呢 我也不想 就是说这个 把它过度的解读为 这个就是一种 这种阴谋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要是这么去看这个事的话 那就会增加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等于是加大了对保守派选民的投票热情的打击了 是吧 他觉得反正我投了 要是也没啥用的话 我还我还还投票呢 是吧 这样的话 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个 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一个预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哈 我觉得很多非常详细的事情 就川普是 到底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失策啊 包括比如说拜登 呃 他在这个大选之后 他的表态意味着什么 然后呢 就是这一次如果共和党没有赢得这个参议院的话 到底有没有好处 在我看来的话 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坏事 就他的好处和缺点的话 我们一会儿要好好的分析一下 我们到会员网上去分析 好了 那么今天呢 其实我想在这个油管上 想跟大家聊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哈 最后呢 想感谢一下购买这个中华文明史 这个签售版实体书的朋友 呃 现在大概还剩45本啊 我们就就卖光了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也感谢就是 呃 很多朋友捐款给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啊 就是支持我们去做这样的文化产品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呢 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年轻人投票率特别的高 年轻人过去投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 这次能够达到百分之四十 就是民主党催出了很多年轻人的票 而年轻人的话 他们长期在左派教育的洗脑之下 他们非常左的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看到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没有出现 那个红色的这个这个海啸 呃 我觉得跟这个年轻人的教育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现在在做这些文化的这个产品呢 包括我们写这个中华文明史 包括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教育 都是在试图恢复这个传统文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还有很多非常扎实的工作啊 需要我们去做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希望之声精品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汲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OK我们现在呢就去希望之城了哈 大概现在是9点29分 我们大概一分钟之后呢就开始啊 请大家一步过去啊 不需要花钱免费注册一个 这个账号的话 就可以看我们直播 而且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啊 我们在那个地方再统一回答 因为我相信很多问题一定是非常的尖锐的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